那今天要讲个题目就是 生命改变的榜样 微笑天使有人吗 微笑天使的请你们拿那个 给他们举手的给个名牌好吗 好 今天题目是生命改变的榜样 我们一起来读段圣经在菲律比书 第三章八到第十四节 我们找到之后我们统新来读 请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 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 乃是有信基督的义 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 使我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并且晓得他一同受苦 效法他的死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下边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接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奴隶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 那保罗在圣经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 圣经里有上千个人物记载在上边 如果说一个人生命之巨变 脱胎换骨 判若两人的话 要手推保罗 为什么呢 因为保罗是一个从反对基督教的打手 逼迫基督教 非常非常的卖力 但是一时间就转变成为一个使徒 在圣经里边有十三卷书 却是经过保罗的手笔 圣灵感动写出来的 而且在传福音上面 它可以说是一个开先河 在外邦人福音的领域里边 为什么保罗的生命可以巨变呢 其实这两千年来 都有很多不同的争论和差异 因为有人说保罗是无师自通 因为保罗其实呢 从来没有跟耶稣当过土地 当年耶稣带领门徒 游走在各城各乡当中 其实扫罗呢 和基督耶稣完全没有交集 甚至斯蒂凡殉道的时候 他还是帮凶之一 但是一夜之间 保罗出现了 生命改变了 在福祉上面我们看到 有非常大的震撼力 为什么呢 就告诉大家 保罗的改变 是上帝手中的杰作 保罗也经过修剪 经过痛苦 经过挣扎 所以任何一个改变的生命 没有自然而然的 你相信吗 对你旁边听的里面说 生命改变需要磨炼 那第一 我们说保罗的改名开始 那保罗原文是扫罗 扫罗是在西伯来人当中 非常常用的一个名字 我们叫扫罗王就是 但扫罗原文就是 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来求问 追求 获得的意思 所以保罗的前半生 他的确如此 如果你要谈到保罗的生事 其实保罗是 蛮值得骄傲的 作为一个犹太人 他说我是西伯来人中的西伯来人 在犹太的 在西伯来文化里边 这是一个最高级的表达 比如说歌中之歌 就是歌里边怎么样 最高等的 万王之王 万如之主 他说我是西伯来人中的西伯来人 什么意思 我的种族完全纯净 因为当时有些犹太人 和外边人通婚 或者有二分之一 有四分之一 有八分之一的外边人血统 他就保罗说 我不是 我是西伯来人中的西伯来人 而且是变亚敏之派 那么他也是生长在大树城 就当时在小雅西亚 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大学城 就像今天你住在这个哈佛普利斯顿一样 他饱受两西的文化的熏陶 哪两西呢 西伯来 还有呢 希腊文化 其实两西文化 直到今天也成为影响世界重要的文化 那保罗呢 他是完全贯通的 所以他可以说是在当时 是一个非常有前途 一个非常被看好的一个明星 因为当时他在一个加玛列的名下来受教 是当时在这个犹太人当中 一个非常著名的拉比 他招出学生非常的严格 但是保罗呢被入选成为他的门生 所以我想如果扫罗继续向上攀登的话 他可能成为犹太公会的成员 不但是在宗教领域有名望 也可能走上一个从政的道路 但大家知道后来 扫罗就是原来的一个 就是之前的一个保罗 他拿着官府的文书 去大马瑟去追杀基督徒 好多人说 这个扫罗既不是兵丁又不是官员 为什么去呢 答案只有一个 他是对当时的基督教的极端的不满 他认为这些都是异教异端 他出于宗教的热情 他就自告奋勇 拿上文书去追杀基督徒 但是在路上 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 就是大马瑟当时成为 他忽然就看到有大光 他立刻扑倒 眼镜失明 所以那一刹那呢 扫罗 就是后来的保罗 就一个生命的转折 我常想 今天一个人 从一个反对基督的人 成为一个基督的使徒 你的生命必须有一个转捩点 但是很可惜 我们很多人信了主之后呢 是糊里糊涂的信 然后糊里糊涂的做礼拜 糊里糊涂的怎么样 离开世界 都不清楚 我觉得那个转角 非常重要 所以扫罗经过 这个扑倒 他看到大光 他眼下之后 他重新开始 认识自己的生命 圣经说 当时他眼下之后呢 然后呢 就是在城里边 有一个亚拿西亚 就是一个非常无名的一个小辈 圣经里边 只提过他一回 就不再提了 就领着扫罗 然后给他祷告 然后呢 让他眼睛 那个鳞片就脱落下来 所以看到 一个 至高气阳的一个扫罗 接受一个小弟兄的服饰 他的眼就被打开 他的服饰就重新开始 到后来我们发现 扫罗就改名字了 就变成保罗 你知道 这两个名字有什么差别吗 在希伯来文 其实只差两个音而已 那保罗就是微小 微不足道 一个扫罗 看中自己 追求学问 追求失利 或者追求成功的人 变成保罗 我什么都不是 我们当中 有叫保罗的吗 Paul有没有 我叫 好像有啊 李宝花叫Paul 还有啊 我姐夫也叫保罗 就说 我什么都不是 就是完全的谦卑下来 所以改名字非常重要 那我小时候 我妈妈 爸爸给我们起的名字啊 就是肖木义 肖木杰 肖木道 肖木约 肖木恩 我的名字不是改的 是从生下就一个名字 在国内呢 那个时候 没有人知道 这个名字什么意思 我叫肖木道 别人叫我肖道木 哎呀 我的时候 我有理说不清啊 哎 但是你看 后来我就学考古 我就挖了很多木 所以名字不敢乱叫 若我们当中 有谁 你的名字 被人动过手脚的 比如说 阴阳先生给你 什么 给个什么建议啊 或者什么法师啊 什么菩萨 庙里的和尚啊 主持 如果改过名的时候呢 你要把它改过来 名字非常重要 你记得圣经有好多改名吗 当时 亚伯拉罕叫亚伯兰 后来神说 你要成为多国之父 他就改成亚伯拉罕 你们记得彼得吗 彼得原名叫什么 叫西门 就是芦萨的意思 芦萨我们看 以色列在约旦河非常多建 我想当时他爸爸妈妈起的时候 就说起个芦萨吧 但是芦萨有一个个性 芦萨会随风飘荡 就像墙头草一样 那后来耶稣就说 西门你要改名字呗 要改成彼得 就是磐石 我们看到 彼得后来真的成为 教会的一个磐石 能够传福音 带领教会 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使徒 那还有雅各也改过名 雅各是什么名字呢 雅各是抓 就是抓权力 抓位分 抓好处 一生都是抓 所以今天我们看 我发现很多这个 雅各呢 很像我们中国人 什么都要抓 但是呢 都抓的是什么 别人有的 他要夺过来 但是后来他在 亚伯渡口的时候 和神摔跤 后来呢 他 被神的使者呢 大腿根呢 就捏了一把 他就瘸了 所以直到今天 犹太人不吃金的 我们中国人吃牛筋啊 什么 他不吃金的 然后他 就在 这个搏斗当中 他等于是输了 那么 神说 你要改名叫以色列 就是 与神 摔跤的人 他知道 你凭自己的体力 你没有办法来战胜 因为神 如果给你 给一个教训的话 你就不可以来自立 所以你看到 名字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当中 有谁的名字 你要知道 有些背景呢 是有捆绑的 有咒诅的 你可以来找 肖牧师 来找潘牧师 好不好 我们帮你来改名 阿们 跟弟兄姐们说 名字很重要 但是呢 单单改名不行 那中国有个说呢 名负七十 对吧 还有呢 圣名之下 七十难负 所以你改名 要从里边来改 那扫罗保罗的改名呢 不只是名字的改变 而是呢 里边生命的改变 阿们 我们看到 扫罗从一个 一个枝高气扬的 变成一个谦卑的 这是保罗生命的转变 我记得有一年 复活节的时候 当时呢 十多年前 我从佛罗里达 带来一个鸵鸟蛋 给大家来看 那个时候 复活节 大家就是来找彩蛋 我们就用很多彩蛋 那我就想起一个厨师 就说呢 这个蛋呢 要分五种蛋 一种呢 就是熟蛋 煮熟的蛋 这个蛋呢 你可以拨来吃 但是对厨师来讲的话 就很困难有所作为 因为打开之后 它已经都是固化了 那还有一种蛋呢 是空蛋 蛋是空的 里边蛋清 蛋黄被拿掉了 那还有一种是 半生半熟的蛋 打开之后呢 既不能搅开 又不能做固体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坏蛋 蛋放久了以后 有味道了 你发现 这五种蛋当中 熟蛋 半生半熟 还是这个空蛋 坏蛋呢 对一个厨师来说呢 很难有作为 但是呢 你要成为一个新鲜的蛋 在厨师手里边 无论是 煎 炸 盆煮 都可以怎么样 随厨师的意思来变化 阿们 所以今保罗的改名 从一个他有 固有己见的 变成一个 完全顺服的 成一个 神手中的器皿 阿们 所以呢 从五个蛋当中 你要有所选择 阿们 有些人呢 信主 不久 但是呢 已经固化 我有我的这一套 牧师说 传道说 圣灵说 我都不管 我就是我 但是你要来变化 心意更新而变化 阿们 好 第二呢 是从名利到分土 在保罗那个时代 在希腊文化里边 非常注重知识 注重名利 注重学问 那犹太的传统里边呢 又非常注重学统 注重这个学派 在这两者当中 扫罗都占权了 他是一个在 无论是在希腊文化里边也好 还是在希伯来的信仰里边也好 他都是非常优秀的 你想想看 一个事业非常有成的人 为什么保罗突然 把这个过去看中的 看中分土呢 分土就是垃圾 一钱不值 我就想到当年的 我们知道一个宋尚杰博士 他在美国是学化学 得了化学的博士 当时他蛮想回国报校 但是上帝就触摸他 他决心就要来 立志来服侍主 我以前讲过 当时他就到神学院里面去学习 你知道神学院不都是好的 有些神学院呢 你不去还好 你去的时候呢 满腔热血 回来之后呢 冷冷冰冰 就他到纽约 有个Uni 这个Seminar就是一个神学院 在这个123街 这个神学院呢 学问非常好 希腊文 希伯来文都非常好 但是这个神学院呢 却是一个自由派的神学院 是不信的 因为他去之后呢 成为另类 他被圣灵充满 想热心地服侍主 神学院说 这个人疯了 就叫来神经病的医生呢 把他装到神经病院去 多可怜 一个愿意服侍主的人 却被关起来 但是呢 他说我这一生 我要立志服侍主 他在这个神经病院里边呢 我大概是七八十天时间里边 读了无数遍的圣经 就这些天的 这样这种操练 使他出去之后呢 成为一个非常棒的传导人 所以你看 每一个人 从名利 厂上下来 他有一个转折的过程 其实你要看保罗的历史 他从大马瑟 他传福音 他后来又到盖撒利亚之后呢 到处被排挤 后来的圣经说呢 他就回到他的老家大树去 干什么去呢 你读圣经 好像保罗蒸发了 这段时间 你看不到保罗的任何的阴性 他是传福音呢 还是回家务农呢 还是教书呢 不知道 直到后来的加勒太书就讲了说 他重新返回来 说从亚拉伯回来 亚拉伯就是当时的 称为一个阿拉伯的旷野 所以有很多的圣经学者相信 当时保罗从盖撒利亚出来之后 就去了大树 然后去到亚拉伯的旷野 就是一个沙漠的地带 在那里他学习独处 学习孤独 你知道 一个看重名利的人 孤独是很重要的 让你远离那些权势 你不要再想什么当官 不要想想什么名利 就你一个人 所以藤金辉牧师 才是中国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牧师 他说 他相信保罗在旷野里边 他上的是旷野神学院 就是一个艰苦的生活 每天学习和神来独处 所以我们在领生参论的时候 刚才潘木学他们见到说 我今日传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领受的 你看整本的圣经 从来没有讲过 主给他说过什么话 那只有一个答案 就是他在旷野里边 神亲自来教导 所以你看 保罗从一个名利场上的人 到后来完完全全服侍主 他不是一蹴而就的 神带他有孤独 带他有挫折 带他有失败 所以他生命就开始来改变 我今天不是说 那些名不重要 潘木学常说过 你今天作为一个学生 你要 功课要好 今天你作为一个职员 你工作要好 你干哪一行 都要卓越 阿们 不是说 如果今天有一个理发师 是个基督徒 一边给你传福音 一边给你理头发 结果理成阴阳头 这个要不要他 你无论干什么 你需要做得最好 阿们 我们教会有六个核心价值 有一个就是卓越 无论你做什么 你要尽力做得最好 阿们 但是呢 这个和名利没有关系 什么叫名利 看成生活的最高的准则 以此为目的 所以今天我鼓励大家 我们都是 怀着梦想 成长长大的 请问你们哪一个孩子 小时候没有梦想 有人说是 长大要做什么 当医生的 当律师的 我有个外甥 小时候要当警察的 因为常常他妈说 你在哭请他来了 每个人都有梦想 我请问你 昔日的梦想 今天还在吗 那好多时候呢 我们就丢下了 我们被现实 怎么样 折服了 在主里也是一样 我们信主的时候说 主啊 我现在信主了 我要好好读圣经 我要好好灵修 我要好好祷告 都是梦想 但是曾几何时 你家的圣经上面 都布满了灰尘 你从来没有动过 你祷告 除了吃饭 祷告一下之后 你从来没有祷告过 所以你要 重新 要恢复你的梦想 阿们 凡事 都要有个目的 信主也是一样 你要有个目标 这个目标呢 不是为名 也不是为利 乃是为着上帝 给你给的托付 阿们 第三 从逼迫到现身 那保罗的改变 是很特别的 他从一个 追杀基督徒的一个暴徒 然后呢 转而现身 你知道 有什么样的力量 可以让一个人 决然地改变 答案就一个 他真实地 遇见了主 一个人 你生命要彻底改变 除非你真的 被主触摸到 你对神 有一手的经验 但很可惜 在教会当中 我们常常看到 二手的基督徒 我们知道 今天我们常知道 就是二手烟 别人抽完之后 你吐出来 你又吸进去的 但你知道吧 在教会里有很多 二手的基督徒 我举个例子 爸爸妈妈 是很好的基督徒 那儿女呢 小时候 自然而然就信主了 但他生命当中 对神 其实呢 没有一个真实的感受 就像罗德一样 那罗德是 亚伯拉罕的侄儿 在那个时代 侄儿比女儿还轻 亚伯拉罕是 信心的伟人 信心的父亲的话 那罗德应该是 信心的儿子 但是罗德不是 他是跟着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处我儿 他就处我儿 下埃及就下埃及 他死身 好像对神 没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后来我们看到 罗德的信仰 就出现问题 今天我们教会当中 有些 二手基督徒 有些是 先生信主 我跟先生来教会的 还有一种呢 是太太信主 我跟太太来的 她来我就来 我们很多时候呢 就没有去想过 你跟神 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除非你对神 这种感触是刻骨铭心 否则 你不可能 现身 不可能奉献 我就想到 在台湾有一个传道人 叫吕戴豪 你们听说过吗 这个人呢 是1956年出生 然后呢 台湾38座监狱 他做了14座 然后呢 被判38年的徒刑 就是说的 打 砸 抢 就是无恶不作 但是有一年呢 他信主了 强盗变传道 就跟扫罗变保罗一样 让人不可理喻 这种人竟然可以信主吗 为什么 因为他真的经历到 上帝的恩典 经历到神的这种感召 所以圣经说呢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所以吕戴豪后来呢 就开始学习神学 做传道 好多人都不敢去 说这个人我太可怕了 不敢去 但他真正走近 这个人就看到 过去是一个土匪 是一个强盗 是一个暴徒 但是呢 现在开始悔改了 你知道 生命转变时 最大的见证 你知道吗 所以吕戴豪后来呢 还读了这个神学 现在是神学院的院长 所以他是被称为 当代的保罗 就是生命的改变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 你生命的巨变 不是靠你学习 不是靠你修养 不是靠你积累 你也需要一个转利点 就是你看到 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 阿们 你想想看 每个人 其实在你生命当中 都经历无数次的 神的改变 神的恩典 那我上两个星期 我去这个恩典小组去 我就听到好多弟兄姐妹的见证 哇 真的非常棒 你发现 每一个人怎么样 都和神有直接的接触 是一手的基督徒 如果你今天 你回想你生命当中的话 你对神除了有这种敬仰之外 没有任何的见证的话 你要好好想一想 那我们幸福小组 即将要开跑 其实有些小组已经开跑 礼拜最重要就说 每一个参加幸福小组的同工 你要准备一个见证 这个见证呢 不是听别人的 我要听你自己的 唯有你生命自己的改变 才能够感动别人 阿们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保罗 他从一个逼迫神 到最后现身 这里讲到说什么 他要接力去追求 所以保罗呢 其实让我们来看 已经很成功了 他传福音 然后开拓外邦人 这个传福音这个领域 但保罗说 我不是觉得我已经得着了 我还要接力追求 一个现身的人 他是把一生交给主 阿们 我今天给大家一个挑战 如果你信主很多年了 但是你觉得你从来和神 和上帝 和耶稣 和圣灵 你没有一手的接触 你是二手的基督徒 你回去要祷告 你说主啊 我白白度过这么多年 教会的生活 我是个门外汉 求圣灵光照你 阿们 如果过去你们在教会里边 待了这么久了 也看到教会的需要 也看到神的感觉 但是你从来没有说 主啊 我也愿意来献身的 我指的献身 不是说你要房子卖了 车子卖了 工作次 这是一种献身 我要你怎么样 把你的生命献给神 就像保罗说 要当作活计 为生为主来活 阿们 所以服侍主 不只是牧师的一个全职工作 也是呢 每个人的全职工作 你们的工作是副业 服侍主是主业 相信吗 都不相信 你对他讲一遍 你的工作是副业 你服侍主是主业 你们都不敢讲嘛 大声讲 你的工作是副业 你服侍主是主业 阿们 所以真的 保罗从一个人看来 非常有前途的一个人 但最后呢 他决定献身 因为保罗的摆上 他被鞭打 被囚禁 被屈辱 但是保罗从来没有后退 所以保罗是让我们看来 一个坚韧不拔 这种个性啊 使得他在整个圣经当中 成为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 阿们 所以我实在看到 这么多年来 神的爱在弟兄姐妹 每个人身上的 我们都看到 有很多很多的看见 有神的爱 你就可以改变 阿们 神也常常借着环境 带领你 生命不断来前进 我们来唱首诗歌 是泥土音乐的 《我看见神的爱》 我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 我看见神的爱在澎湃的海洋 我看见神的爱在怜悯的心肠 我看见神的爱在 我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 我看见神的爱在澎湃的太阳 我看见神的爱在怜悯的心肠 我看见神的爱在你我的脸上 在每个微笑在每个拥抱 在每个祈祷我能看见神的爱 在每个微笑在每个拥抱 在每个祈祷我能看见神的爱 我看见神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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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对旁听者说 我看见神的爱 我看见神的爱 你看见神的爱 我们大家都看见神的爱 我们大家都看见神的爱 我们都看见神的爱 我们都看见神的爱 她每个孔 IL 谢谢大家